未婚夫说,带我去4S店试驾选车,我坐进副驾计上,安全带手机响,打开一看是许久未见的闺蜜,小心点,你未婚夫要杀你。 我大惊悄悄按下安全带开关,不料夏淼发生的事让我傻了眼。 我在4S店买车时,闺蜜给我发了几条消息,区区快跑。 你男朋友很可能正和他妈妈算计你的钱。 我今天和朋友在咖啡店偷听到一对母子说话,我觉得他们口中说的人太像你了。 同公司、同居和男朋友妈妈一起住,关键是刚刚给男方买了一套房。 刚才听见,那男人要骗女朋友再为他买辆车。 他们算计着等车房钱,全部骗到手后,就把女朋友甩了。 那男的说女朋友性格单纯,长相是他喜欢的清纯型,但学历没他高,他是硕士,有些配不上他。 他妈妈还瞧不起女生是孤儿,穷。 区区,我没见过你男朋友,但我目测那男生一百八十左右,长相斯文,谈吐有修养。 他妈妈偏瘦,短卷发,面相胸。 他们今天出门时,穿的都是白色衣服。 我和朋友只听到这么多,因为他们已经回家了。 你最好赶紧确认一下。 我还没来得及回复,销售经理就将购车合同放到面前,等待我签署姓名。 娶小姐,按照老样子,为您把车开到绿城别墅是吗? 绿城别墅,是父母为我置办的房产之一。 我落笔的手,微微停滞了一瞬。 旋即快速在购车方一栏里,签下姓名。 谢谢,不需要了,我直接开走。 漆黑的跑车,和我这一身白色连衣裙搭配起来极其违和。 但这都是正在单元楼下等我的未婚夫,廖奇楚,所喜欢的。 他帮我拉开车门时,我闻到冲笔而来的热风中,夹杂了一丝他白衬衫上的洗衣液清香。 亲爱的,带了多少钱? 他虽在问我,但眼光却在不断描扫车身,颇具欣喜的意味。 我按照事先想好的说辞回答他,我找大学同学借了点,所以只带了八十多万。 他从我手中接过车钥匙后,并没有急着上车。 而是牵过我的手,和我往单元楼里走。 我挑眉问他,新车,你不去试试吗? 他笑着低下头,亲了亲我的额头。 车哪有你重要,今天你功劳最大,当然得犒劳你。 他顿了顿,继续说道,亲爱的,你也知道我为了娶你正在攒钱,否则绝不会让你为我贷款买车了。 你做的这一切,我心里有数。 但,有件事我想和你商量。 见他支支吾吾,我以为他有什么经济上的难处。 毕竟,我为他解决经济问题,也并不是一回两回了。 怎么了? 我轻声开口问他。 他深吸一口气,正色道,部门主管离职了,新的主管人选还没定,但你也知道,主管的月薪加提成到手,能有一万左右。 我的想法是,亲爱的,要不然,你放弃竞选主管的位置。 等我当上主管以后,车贷的钱每个月就能多还你两千块,一共是四千。 没等我回答。 面前二百零七的铁门,就被人从里面推开。 廖阿姨穿着一件白色印花学坊上衣,站在门口。 他先是看了我一眼,又将目光落到廖奇楚身上。 像是早就听到我和廖奇楚的对话似的。 走上前,拧巴了儿子的胳膊一把,称怪道,还什么钱? 你这么说,小曲肯定会认为咱们和他生分里都是一家人,况且我们还是小曲唯一的家人。 难不成你还打算和他分手嘞? 以后别提什么还钱不还钱,你的不就是小曲的吗? 廖奇楚善笑两声,忙硬。 妈说得对,是我没顾虑到这些。 她转过头来,吃味地看着我。 你看,妈多关心你,连我这个亲儿子都骂。 我干笑几声,没有硬话。 将目光移到他们俩的衣服上。 二,我叫曲荣。 我爸是某地产集团的董事长。 我妈的娘家,是挖隧道的。 俗话说,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 但我家没有狗窝,也没有银窝。 只有银行专门为我家设立,存放金条的小窝。 爸妈工作忙,很少管束我的私事。 哪怕我在上大学时,把头发染成红色,连续泡巴两个月,在夜店豪至千万。 他们也只会将我账上流出去的钱,加以翻倍填补回来。 我妈说,花点钱算什么? 我和你爸对你的要求只有两个。 身心健康,不违法乱纪。 我爸说,女孩子就是要富养。 你就算想买栋楼,爸也会给你买两栋。 我问他为什么? 他说,买一栋楼难免孤单,成双成对才是好事。 以致从小到大,我收到的所有东西都是两份,旁的人见了,以为我还有个妹妹。 我说不是,我爸妈只是单纯有钱,没地方花。 这种长期泡在蜂蜜罐子里的生活,致使我的性格变得张扬,就连穿衣打扮也学着网上流行的辣妹风,还是郁姐风。 总之,我看起来就像一只花蝴蝶。 我知道这不是什么好词,但我心里有数,绝不乱来。 当我隐藏身份,装作乖乖女进入我家的子公司工作时,我遇到了廖祁楚。 他是我往前二十多年的人生里,从未见过的类型。 廖祁楚长得清秀斯文,喜欢穿衣件,看起来就洗得很干净的白衬衫。 说话时迁和有礼,笑起来也像是一阵和煦的春风。 他是单亲家庭,平时和他妈妈,也就是廖阿姨一起生活。 母子俩的口碑在亲戚间,乃至整个小区里都很好。 几乎是人见人夸的高知识,有文化家庭。 对我而言,大鱼大肉吃惯了,偶尔换些清汤小菜,也能提升食欲。 这一换,就是半年。 而我,也装了整整半年福利院出身,却依靠自己打拼,过上小康生活的乖乖女。 说实话,挺累的。 我有好几次都担心自己露线。 但我妈说,像我们家,这种情况,难免会让人害怕,致使不敢靠近。 我只得硬着头皮装到底。 好在,我在廖家的形象已经树立成功。 但洗衣做饭,打扫家务,从前根本不会做的事情,廖阿姨非得让我去做。 顾着长辈的面子,我装模作样一番,暗地里偷懒,不知被廖阿姨抓住多少次。 接着,她就会对我进行说教。 一个好女人,好媳妇,必须得学会洗衣做饭,打扫家务,伺候老公和公婆,你要学的东西还多着理。 我不介意多学几项技能,因为我总是对从未涉及的领域很感兴趣。 可家务活太累,即便我喜欢廖岐厨,我也不想让自己受苦。 我喜欢一个人很简单,真诚相待,为他花钱,却并不是为他受苦。 所以,十分钟前,我意识到不对。 三,其实不只是十分钟前,更早是在闺蜜发给我那几条消息时,我不是傻子,不会相信世上有如此相似的巧合。 更不是电视剧里,那种一头扎戒爱情里,无法自拔舍弃一切的脑残妇二代。 虽然事实基本上已能够确认,但我还是需要将这件事弄明白,用我自己的眼睛去确定。 我在廖阿姨和廖岐厨的面前,一直表现出董事之礼,话哨声音小的模样。 平常一到家,我就会扎进厨房里做饭。 可现在已经傍晚六点了。 廖阿姨裹着浴巾从廖岐厨房间里走出来时,我还躺在沙发翻阅下午看到的那条帖子。 他见到我时,先是愣了一秒,再微微促起眉。 我注意到他的眼中略过一抹不悦,但面上却没有明显表露。 他是个奇怪的人。 分明长得很凶,却总能做出一副面和心善的态度,看着十分违和。 譬如现在,你怎么还躺在这里? 是哪里不舒服吗? 他大概以为,我会装病搪塞一番。 但我自然而然答道,没有啊。 连语调也比平时上扬了几分。 他显然被我这件恶名了的三个字掖住。 那你还躺在这做什么嘞? 我猜他的言外之意应该是,快去做饭。 人就是这样,只要不起疑心,万事大吉。 一旦产生怀疑,万事皆错。 从前微小的细节,或是原本不认为有所不妥的事,全都会被放大在日光下暴晒。 我挑眉笑道,可我还没洗澡,如果躺床上会弄脏床单和被子。 他表情骤变,提高音量脱口而出就是一句,我不是叫你。 他耿住,像是意识到自己的语气不该如此。 我笑着看他。 他话风一转,放缓了语气。 我不是叫你去床上躺着,都六点了,还没吃饭里。 你不饿吗? 我转眼想想,故作深思,随后撇了撇嘴。 被阿姨这么一说,我确实饿了。 我盯着他,忽然眼前一亮。 廖阿姨,你今晚做了什么好吃的呀? 大概真被我不懂人情世故和言外之意的反应气着了。 廖阿姨扯扯嘴角,兴兴地走进厨房忙碌起来。 看来,他还能继续忍,接着装。 我从一开始就知道,廖阿姨不是善茶。 从前之所以对他忍耐,是因为诸如此类斤斤计较的人。 我在家里亲戚中司空见惯,他们甚至比廖阿姨还要犀利一些。 所以,廖阿姨的作为,我根本不当一回事。 晚饭时的廖阿姨并没有提及刚才的事。 但他的表现让我觉得十分有趣。 他不断给我和廖起楚加菜,自己一口不吃,捧着碗白米饭闷头吃。 时不时叹口气,看着桌上的菜碗吸道,我们过去哪吃过这些好东西。 廖起楚安慰他,他却说,没事,妈过苦日子过惯了,好的自然要留给你吃。 妈多吃点饭,你就能多吃点肉。 说完,他别有深意地看了我一眼。 我懒得搭理他这种行为。 整顿晚饭的气氛,被他弄得像在吃白喜。 临睡前,我听到后辈的廖起楚连连叹气,像是故意想要,引起我的注意。 我心中还在想着白天的事,并没有理他。 我不是一个武断的人,心里所产生的任何猜测,我都需要用实践去验证真实性。 如果廖起楚真是帖子里所说的那个人,我必然会立即抽身离开。 正想着,肩膀突然被人拍了一下。 我转过去,廖起楚满脸忧愁。 亲爱的,你是不是对我妈有些意见? 你怎么会这么想? 我反问他。 妈和我说了,你今天对他的态度很不好,而且晚上饭桌上,你也没安慰他。 安慰他是我必须要做的事吗? 他愣住。 你怎么会说出这种话? 这也太不尊重长辈了。 那你想怎样? 大抵是装乖乖女装的久了, 一旦抓住能够释放的机会,我就不会放过。 你这是什么态度? 你这是跟我说的态度吗? 他沉下脸,面色不悦,隐隐有发怒的意味。 我盯着他的脸,像要把他的面具撕破一个洞,沉默了半嗓才开口。 我不想和你吵,我今天很累。 我刚说完,他骤然换了态度,讨好试得着搂住我的腰。 亲爱的,别生气,他毕竟是我妈,是我着急了。 但我希望你下次能别这样对他了。 毕竟,将来他也是你的妈妈,对吗? 见我没说话,他又自顾自地说了下去。 如果咱们结婚后,你实在不想和他住的话,咱们可以一起出钱,再给他买套养老房子,请个保姆,你看怎么样? 四 即便我现在坐家里的私人飞机,飞去西伯利亚,我也能听到廖奇楚的算盘响声。 我没答应,也没拒绝,只说困了,勉强搪塞过去。 接下来额一周,我都保持着好吃懒做的态度。 每天一大早就醒来,独自开着那辆一百五十多万的新车去公司。 下班时也没等料其处,静自去了停车场开车走人。 他给我打了好几通电话我也没接。 他在私底下找我吵了好多次,我的态度始终都是淡淡的。 至于廖阿姨,仅仅只是做了一个星期的家务活和饭菜,他就真的装不下去了。 我知道,时机到了。 我网购了一支能够时时监听的录音笔。 在趁他们俩不在家时,偷偷将笔用透明胶,粘在了饭桌底下。 到了晚上,我索性留在公司里加班。 廖其厨瞅见时机,就上来跟我求和。 我埋头工作,头也不抬说。 我今晚要留在公司里加班。 你开车回去吧,不用等我。 说完,我就将抽屉里的车钥匙丢给了他。 他倒也没拒绝,拿上钥匙直接走人。 大概是想试试新车吧。 他走后一个小时左右,我打开手机连接录音笔的设备。 这样一来,也不至于我回去后还要想法避开他们取出录音笔,再找个角落偷听,很是麻烦。 没多久,手机里就传来些动静。 儿子,这个曲龙是不是装不下去了? 我早就说他是个狐媚子,你还偏不听。 现在好了,露出真面目了吧? 我暗自冷笑一声。 究竟是谁的真面目要露出来了? 我静下心,继续往下听。 妈,都说了让你沉住气,这段时间是最关键的。 能不能收手,就看这回了。 哎哟,一个没爹没娘的孤儿能有多少钱? 你可别被他骗了。 妈,这你就不懂了。 他一个孤儿能长这么大,考上大学,能成功毕业,还能和我尽同一家公司。 你知道说明什么吗? 哈? 说明这女人一定有生财之道。 要不然,就是之前她被包养了。 咱们已经从她手里头弄到一房一车了,还不够说明事实吗? 哈哈,还是我儿子厉害。 这女人也真够蠢的,房子车子都归攒,贷款全让她还。 哦,对了。 你可得记着,把她剩下的钱全都套光,帮妈出一出这段时间来,给她当牛做马的气。 知道了,妈,妈,你做什么? 这是客厅,万一曲荣回来了怎么办? 我呼吸一紧。 这是怎么回事? 手机里传来嘻嘻嘶嘶的声响。 廖阿姨的声音再次响起。 反正咱们也不是亲母子,怕什么? 况且,我和你爸也没领证。 再说了,就算曲荣在家,咱们也是过。 自从你爸去世后,都没人陪过妈。 难道你忘了,你考大学时妈是怎么帮你缓解压力的吗? 五。 这两个人无耻,不要脸的程度,简直刷新了我的三观。 我并非没见过肮脏的事,但这种事,还是头一遭碰到。 太恶心了。 我的面上虽没有任何波澜,内心却早已恨不得将廖奇楚和他妈撕个粉碎。 好啊。 廖奇楚。 真行,骗钱骗到我头上来了。 口口声声说,要做我的家人,填补我二十多年来缺失的亲情, 实则瞧不起我的福利院出身,甚至怀疑我被包养了。 让我贷款买房买车,说是为了将来结婚做打算, 实则是为了让欠款落到我头上。 一直以来都伪装成谦谦君子的模样, 想不到背地里的真面目,竟然是个无赖。 瞧不起我的学历,瞧不起我的出身。 殊不知,我根本不需要这些东西。 我气得浑身发抖,是要将手机捏碎般狠狠攥着。 廖奇楚,你一分钱也别想拿到。 房子、车子,即便我做慈善送出去,你也别想拿到手。 缓和情绪后,我打车悄悄回了廖家。 料阿姨房门紧闭,我根本不想去门口偷听里头的动静。 录音笔还藏在饭桌底下。 我暂时断开了录制功能,镜子走回房间。 望着不到二十平方的主卧,还有那张稍显凌乱的床。 我心中阵阵作呕。 索性从包里取出另一支录音笔,往床底下探去。 等等。 床底下这块方形尖硬的东西是什么? 我摸出来一看。 竟然是一部手机。 廖奇楚平常用的是一部白色手机,但这部手机是黑色的。 屏幕碎了一大半,机身上也有许多划痕。 这部手机我从来没有见过,更没有在床底下摸到过。 想必,应当是廖奇楚见我不在家,才敢放心随手将手机设进床底下。 却不想被悄悄回家的我发现了。 我尝试开锁。 意料之外,这部手机的屏幕似乎有一点失灵,所以廖奇楚并没有设置密码。 我刚一解锁,主界面就出现了一个长发女孩的笑脸。 白衣,白裙,黑色长发,长相清纯。 不是我。 但穿衣打扮,和如今的我完全相似。 我迅速反应过来。 合着廖奇楚,这是玩了一招玩玩泪清是吗? 我咽下心头的厌恶,光着脚,小心翼翼走到房门口。 我不能锁门,不能引起廖奇楚的一丝疑心。 算算时间,廖奇楚应该快出来了。 但,如果我今天不看,不知道下次还要等到什么时候。 女人就是这样,喜欢刨根问底,将事情的所有真相摸个底朝天。 哪怕真相会使自己隔应一辈子。 我回到床边,拔下一只耳钉丢到床底下。 随后蹲下身,把手机屏幕条案迅速翻看。 聊天的最近联系人里只有一个人。 头像是一朵向日葵,备注是小姿。 这个名字怡姿,是廖奇楚的初恋女友。 她们最近一次的聊天时间,是在今天晚上七点半。 我抬起头,紧张地看了一眼门口,心跳越来越快,终是忍不住点进了对话框里。 小姿,你最近怎么都不回家,工作很忙吗? 廖奇楚,对呀,忙着赚钱养你呢。 廖奇楚,宝宝,咱们一共有多少存款了呀? 小姿,算上你昨天转进我卡里的钱,快四百万。 小姿,你究竟在做什么? 为什么能赚这么多钱,正常上班能赚这么多吗? 廖奇楚,是我项目的分红,工作上的事情你就别多问了。 廖奇楚,安安心心等,我存够钱,做我的新娘吧,管钱婆。 我正要继续往上翻,房门骤然响起咔哒一声。 六,房间的灯突然被人打开,明晃晃的光亮刺进了我的眼睛里。 我迅速把手机滑回主界面,锁平,丢回床底下。 廖奇楚沉着脸站在门口,纵使光亮也驱散不了他脸色的阴沉。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他的声音很轻,却音质到极点。 我强装镇定,大胆地对上他的视线,心跳却快如肋骨。 刚才,你蹲在床边做什么,他快步走来。 低头一看,我的手还在床底下摸索。 你在找什么,他眯起眼,朝我释放危险的信号。 耳钉。 我洋装无视,继续往里摸索。 我的耳钉掉进床底下了。 怎么,要帮我一起找。 他蹲在了我身边,一把抓住我的胳膊,质问道,你真的在找耳钉吗? 在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就已经暴露了自己的心虚。 但他显然没注意到,我扬了扬唇,故意野鱼,不然呢? 难道你在床底下藏了私房钱,怕让我发现? 他干咳一声,移开了与我对视的目光。 怎么可能,你起来吧,我来帮你找,床底下藏。 他这番架势,俨然是不帮我找出耳钉不罢休。 摸索了一阵后,他盯着掌心中的耳钉,微微出神。 像是自说自话一般嘀咕道,这么小,确实难找,但你为什么不开灯呢? 倒像是担心被我发现你回来了似的。 我心中一惊,哽了哽喉头的不安。 我冷冷笑了一声,我不想见到你,也不想和你说话,明白吗? 怎么? 我哪里做错了? 你帮着你妈一起欺负我,还不允许我生气吗? 他愕然愣住。 所以,你是因为这件事,才一个星期都不和我说话,才。 我懒得说了,我困了,我直接打断他。 在耍小性子的方面上,我还是颇有造诣的。 我正要掉头走,他突然拉住我,从后背抱了上来。 亲爱的,我错了,是我没有顾虑到你的心情。 但他毕竟是我妈妈,我们今后会成为一家人,我希望你能够理解。 我家在你们中间,很为难。 况且,我上次不是也提了个建议吗? 给我妈买套养老的房子,你考虑得怎么样了? 我想早点娶你。 我僵直了几倍。 全身上下都在抗拒和他接触。 就在一周前,还口口声声说爱我的男人。 爱的是别人。 这个男人骗了我的钱,竟然是为了养另一个女人。 事已至此,我根本懒得再去计较,他究竟有没有对我产生半点情意。 我只想把我付出的东西全都拿回来。 我转过身,面无表情盯着他的脸。 结婚没问题,但我有个条件。 他眼前一亮,仿佛期待我继续说下去。 我冷冷扫了他一眼。 首先,他是你妈,不是我妈,不要按照你的标准来要求我。 其次,我只有一个条件。 要么,把你妈赶出去,我们结婚买房。 要么,我们分手。 七,我的条件的确无理。 但我没打算给他买房,也没打算和他结婚。 我只是想知道,为了这套新房,他能做到什么程度。 他和他妈妈的下线又在哪里? 周六,我照常去公司加班,再次打开了手机里的录音程序。 那头静悄悄的,没什么动静。 我把手机连上蓝牙耳机后,戴在耳朵上就是一整天。 直到傍晚时,我才听见耳机里传来关门的声响。 最先开口的,是廖阿姨。 你说那死丫头,要把我赶出去,不让我租新房子。 凭什么? 我可是你妈。 她现在已经给我下最后通牒了。 我能怎么办? 难不成放着到嘴的鸭子,飞了不成。 那你也不能把我赶出去啊。 通天对话皆是母子二人吵架的内容。 正当我无心再听下去时,重点来了。 行了,你也别生气了。 白天的时候,妈找邻居赵英兰问过了。 赵阿姨? 你是说,那个整天在小区里宣传,咱们是高知识分子家庭的赵阿姨。 对头,你赵阿姨见过屈荣那个小狐妹子,她眼睛毒,一见就知道曲荣不是安分的东西,学的现代年轻人的歪风邪气。 料阿姨似是在那头狠狠磨牙一阵后,又继续说了下去,曲荣在小区里风平不好,是妈让你赵阿姨传出去的,叫她别想在咱们小区里找男人。 不论是亲戚,还是邻居,都占我们这头。 妈的打算,是让曲荣在小区里再也抬不起头,一旦她无地自容,就会认为你才是最好的,就不会敢离开你了。 那头沉默了一阵,料其楚竟然拒绝了她妈。 这把戏也就对付你们中年人有用,曲荣虽然是孤儿,但好歹也是见过世面的女人,怎么可能在意? 将来或许与她扒杆子都打不着的邻居的想法。 料阿姨催了一口,那你说怎么办? 按照我的想法,料其楚压低了声音。 我赶紧调大音量,认真往下听,让她怀孕是最好的办法。 自从吵架后,我在没和料其楚有过私密生活。 她明知道,我最近在躲着她,怎么可能有机会让她得逞呢? 我思存之际,那头发出一声得意的笑。 料其楚阴冷的嗓音,像早已洞察我的心事一般。 从耳机里穿过我的耳膜,一股寒意瞬间凿穿心脏。 我听见她说,这个蠢货不知道,我早就扎了洞。 八。 我的心骤然凉了半截,本想直接去医院检查,可这个时间点,医院已经下班了。 如果去我家集团下的医院,肯定会传到我爸妈耳朵里。 坐在办公桌前,犹豫不决时,突然收到了一条短信。 为之联系人,你好,请问是曲荣小姐吗? 方便见一面? 没有备注的陌生联系人,却知道我的名字,还知道我的手机号码。 会是谁? 这条消息立即提高我的警觉。 我在屏幕上按下请问是哪位几个字后。 对面很快就回复了我两个字。 疑姿。 我见到疑姿时,并没有太惊讶。 她和照片中长得一模一样。 但她的反应显然要比我惊讶许多。 好像,在照镜子似的,她微微张开嘴,诧异地打量我。 请问,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我礼貌开口询问。 不知道为什么? 本该是两个情敌相见,却出奇地平静和谐,空气中也没有夹杂一丝风火的味道。 她尴尬地笑了笑。 说出来,你别生气,我怀疑我男朋友的出轨对象,是你,娶容小姐。 说实话,我根本不想为了这么个傻逼男人,和人发生冲突。 更何况,我不是小三,我也不需要自证。 但我好奇,姨姿小姐,且不论我是不是小三,我想知道,你是怎么发现我是小三这件事。 她也没回避。 昨晚,我趁她睡着时,从她另一部手机里发现了你。 我隐隐回忆起来。 昨天,廖奇楚确实没回家。 原来是去见一姿了。 所以呢? 大概是我的反应平平,她笑容僵硬。 娶小姐,我和奇楚大学时候就在一起了,至今七年,请问你知道吗? 剑拔弩张的气氛被她挑拨了起来。 她好像丝毫没意识到,我们俩都是受害者。 你无需生气,也不需要拐弯抹角说我是小三。 我表情平静,为她解释我与廖奇楚的恋爱经过,以及我为廖奇楚所做的那些事。 姨姿是个聪明人。 她显然明白,我们俩都是被小三的受害者。 我在廖奇楚和姨姿见面所使用的白色手机里,发现了廖奇楚出轨的事实。 而姨姿,则在廖奇楚和我见面所使用的黑色手机里,发现了廖奇楚和我在一起的事实。 直到她听见我说,廖奇楚从我这里骗走了钱、房、车以后。 她脸颊瞬间通红,我不知道这些事,我还以为。 我还以为那些钱是她自己赚的,没想到她竟然。 她书弟站起身,深深朝我鞠了一躬。 我向你道歉。 我吓了一跳。 你,你别呀,这不是你的错,是她的问题。 姨姿根本不知道廖奇楚的钱是从哪儿弄来的,只是单纯地以为,廖奇楚工作挣了钱,攒积蓄为了和她结婚。 她和我都是受害者,只不过一个是受骗者,另一个是被蒙在鼓里的被爱者。 不,她转给我的那些钱,我多多少少也花了一些,那都是你的钱,我一定会还你的,但我现在凑不起五百万。 五百万? 这回轮道我不明白了。 除去房车,我统共就给廖奇楚花了不到一百万。 哪来的五百万? 我猛然想起,我所偷看到的聊天记录中,姨姿和廖奇楚有提到存款余额将近四百万。 带着心中的疑问,我问了出来。 那个,有没有一种可能? 剩下的四百万,是她从别人那儿骗来的。 九。 我和姨姿在某些方面有些相似,不会轻易听信他人的一面之词,一定要用亲自用眼睛去看,去实践,才会完全相信。 在我告诉他,廖奇楚所做的事,以及廖奇楚和他妈妈的时候。 姨姿满脸不可置信,拎着包匆匆就走了。 于我们而言,今晚注定不平静。 我打开手机的位置共享,联络人下方廖奇楚三个字,印在我的眼里。 廖奇楚在家。 而我已经离开公司一小时左右。 如果我猜的没错,他此刻一定在看定位。 或者,刚才咖啡店里,一直盯着我和姨姿,直到我们散去后,还跟在我身后的男人。 就是他找来跟踪我的人。 我上了计程车后,就把那人甩开,去了趟医院,什么也没做,逛了一圈后,就出来了。 接着,我又打电话给被注为温灵的人。 温灵是我的大学学弟。 印象中他是个小胖子,憨厚可爱,听说毕业后,直接出国留学了。 白天接到他邀请我聚会的电话时,还差点忘了他是谁。 显然,我见到他后,也差点没认出来。 从前那个小胖子不仅瘦了,还长成了个大帅哥。 我一度怀疑是不是我的眼睛出了什么问题。 但他告诉我,在国外时学业繁忙,学一类的他日夜颠倒,三餐不定,再加上平时有健身,这才瘦了许多。 直到看见他红着脸,腼腆地叫我学姐时,我才敢确定。 眼前这个人确实是之前那个小胖子。 我稍稍偏过头,视线越过温灵的肩膀,落在身后那个男人的身上。 他跟上来了。 而我现在要做的,就是和廖奇楚提分手。 我刚发送完分手短信,手机就催命似的响了起来。 我直接将手机倒扣在桌上,不接。 温灵盯着桌子,在看向我,学姐,不接电话吗? 我笑了笑,广告推销。 抱歉了,温灵学弟。 稍稍利用一下你。 学姐,这么多年没见,你好像变化特别大。 她看着我的眼睛。 我耸了耸眉头。 很丑吗? 啊? 不是,她赶紧应道,学姐一直都很漂亮。 手机铃声停止的一刹那,短信提示音随即接连响了起来。 廖奇楚,曲荣,你说清楚什么意思? 为什么分手? 廖奇楚,你是不是外面有人了? 廖奇楚,我警告你,你现在立马给我回家,我还能考虑原谅你。 否则,下一条信息很快顶了上来。 是一张图片。 我眸光一领。 廖奇楚,如果你不回来,我就把我偷拍咱们俩在床上的照片,散播出去。 十。 廖奇楚的威胁,对我而言,没有任何用处。 我知道,她不敢。 只要我对她还有用处,她绝不敢把我惹几眼。 一旦我们撕破脸,她就拿不到钱。 以及那辆新买的车。 我在购车合同上,签下的是我的名字。 廖奇楚知道,和温灵结束见面后,我将与廖奇楚的位置共享结榜,独自回了绿城别墅。 我再等。 等被激怒的廖奇楚来找我,只要他来找我闹,我就能进行下一步。 时间很快到了周一。 我故意迟到一小时才到公司,正要进电梯时,恰巧遇到下楼买早餐的同事。 我没有和同事打招呼的习惯,但今天,他们再见到我时,表情十分诧异。 与我擦身而过后,几人躲在我身后,窃窃私语起来。 我没理会,按下酒楼,到达公司。 刚一出电梯,迎面见到一群人,堵在电梯口的位置。 他们全都背对着我,围着什么东西似的,叽叽喳喳个不停。 嘖嘖,看他平时装的一副清纯玉女的模样,想不到还会出轨啊。 天哪,他和小廖不是要结婚了吗? 怎么在这个结果眼上? 那有什么? 看他平时满身或那虚荣的样子,就知道他心比天高,要是给他逮了机会,肯定妄想从孤儿摇身一遍,当上副太太。 太恶心了吧? 小廖人挺不错的呀,又善良,又帅,学历还高。 怎么说,也是他高攀小料,竟然还敢出轨。 别说了,他来了。 人群中不知是谁喊了一声后。 所有人都转过身来,像是在看马戏团,猴子一般看着我。 他怎么还敢来公司? 好丢人啊,是我我都不敢来了。 整栋大楼都是我家的,我为什么不敢来? 我的视线穿过人群,落在电梯口对面的那堵墙上。 一大张被做成海报还PS红字的照片,正是我与温灵见面的场景。 温灵被对着镜头,而我的脸则清晰地出现在照片中。 照片下方的留白处还转上了一行红字,取荣三更半夜和男人约会出轨。 律了料其处,神经病。 我走上前,直接将那张照片撕了下来。 转头望去,发现这一排的墙壁上,全被贴满了相同的照片。 都围在这里干什么? 还不赶紧去上班? 突然出现的经理对着人群大喝一声。 众人赶紧散去。 他又看向了我。 取荣,你来一下我办公室。 我跟了上去,耳畔飘来几声讥讽。 像是那群人在等待着我,因此而被经理辞退。 可惜,要让他们失望了。 刚一进办公室,经理一脸严肃看着我。 许小姐,刚才我已经调了监控。 是。 是廖奇楚对吗? 我歪着头打断他的话。 是。 很抱歉,我没有管理好员工。 给您添麻烦了,他冲我鞠躬。 您说,这件事该怎么办? 我照做。 我挑眉笑道, 当然是该怎么办,就这么办呀。 经理抬起头, 一脸迷茫地看着我。 娶小姐的意思是,把廖奇楚辞退吗? 不。 我摇摇头。 我有损公司形象, 应该把我辞退。 十。 和廖奇楚提分手那天。 我从录音程序中偷听到他与廖阿姨的对话。 为了逼我就犯。 他找来跟踪我的男人, 偷拍了我和温玲见面的照片。 紧接着, 他就将照片打印多份贴在公司里, 以此损坏我在公司里的声誉, 让经理不得不把我辞退。 失去工作的我等于没了经济来源, 一定十分落魄。 这样一来, 他就有机可衬了。 不过话说回来, 廖奇楚脑残到也是真的脑残。 他当公司的监控是摆什么? 要不是我, 他的计划能这么顺利进行吗? 他假惺惺的安慰正蹲在路边唾弃的我, 还说可以对我既往不救, 原谅我出轨的过错。 我抬起头, 泪眼朦胧望着他, 我绝对不会和你和好。 廖奇楚, 你自己做了什么事, 自己心里不清楚吗? 竟然还敢怪我出轨。 他一愣, 随后迅速反口应道, 你胡说八道什么, 我做了什么事? 我盯着他, 咬牙说道, 你和你初恋女友的事, 以为我不知道是吗? 我告诉你, 我早就知道了。 那天, 我在床底下翻出了你另一部手机, 看见你的手机主页面壁指示他。 我本来还想原谅你, 可是你真的太让我失望了。 他脸上即刻服现出被抓包后的窘迫, 但这还不足以让他恼羞成怒。 他忙抱住我, 不停地安慰, 还发誓以后再也不会这样做了。 他声称是宜兹一直纠缠他, 还以自杀威胁他就犯。 我所看到的聊天记录, 只是冰山一角, 他只不过是为了让宜兹不要再起自杀的心思, 所以才演戏, 他爱的一直是我。 我没提钱的事情, 他自然不敢提, 甚至以为我不知道。 我全程表现出一副被背叛后的痛苦, 他还真信了, 以为我这些天以来的变化, 全是因为他出轨。 他擦去我眼角的泪水, 竖起三根手指, 对我发誓。 荣荣, 我发誓这辈子只对你好, 你嫁给我吧, 我以后再也不会和他联系了。 我瞪着他, 你想让我相信你也可以, 除非你能给我一个保障。 保障? 你想要什么? 我给你买的那套房, 签到我名下。 廖起楚当然不可能这么轻易答应我。 亲爱的, 如果咱们结婚的话, 我的就是你的, 名字写谁的, 房子真正的主人, 是谁重要吗? 既然不重要, 为什么不给我? 我眯起眼睛看他, 一字一句告诉他。 廖起楚, 我怀孕了。 你难道不想要这个孩子吗? 十一, 孩子是廖起楚的死穴。 我从姨姿口中得知, 他们两人在恋爱期间, 多次意外怀孕。 因当时两人还年轻, 并不想要孩子, 姨姿频频打胎, 致使终身不孕。 廖起楚一直认为, 自己亏欠了姨姿, 这些年来, 也在和姨姿商量, 结婚后领养一个孩子。 这所谓的领养一个孩子, 恐怕就是领养一个他和别的女人生的孩子。 这个倒霉的女人, 就是我。 我知道, 廖起楚动摇了, 因为他真的爱一姿, 真的想补偿那个陪他度过困顿数年的初恋女友。 他相信我怀孕, 因为他亲眼看见过我的定位停留在医院, 而且也被他扎了洞。 可廖阿姨并不这么认为。 他怀疑我假运, 在廖起楚动摇, 要将那套房迁到我名下时, 他拉着我去了一家私立医院。 你别想耍滑头, 就算扎了洞又怎样? 说不准是你在外面乱搞怀上的。 先查查几个月再说。 我没想到会有这么一查。 被他强行拽进诊室时, 心中很是不安。 我拿着检验单交给医生, 医生戴着口罩, 只露出一双微微惊恶的眼睛。 我正打算和医生往屏障后头的诊疗床边走时, 廖阿姨拽住了我。 等一下, 你一个女人, 怎么能被一个男人看身体? 我们换一个医生。 我正要开口, 那医生就说话了。 今天上班的产科医生只有我, 况且, 我是医生, 医者不分男女。 冷漠疏离的嗓音, 让我隐隐觉得有些耳熟。 可这语气又不太像。 料阿姨吃瘪, 放开我的手。 走进屏障后头时, 医生突然摘下口罩, 眨了眨眼看我。 温玲, 我险些惊呼出声, 真的是你。 我这才惊觉, 温玲和我说过她留学回国以后, 已经进了一家医院工作。 而且她的对口专业就是临床医学。 温玲拿着检验单, 抬眸对我胡一道, 学姐, 你没有怀孕, 但你和那位阿姨的对话, 我都听见了。 我愣住。 十二, 这件事我本不想让人知道。 但温玲此时的出现, 却让我改变了想法。 我没想到, 沆瀬遗弃这个成语, 不仅可以用在廖岐楚和廖阿姨身上, 也可以用在我和其他人的身上。 温玲在廖阿姨面前谎称我怀孕两月有余, 但是有先兆流产的现象发生, 必须得住院观察一段时间。 廖阿姨不懂这些, 可我却看清了。 在她听到温玲说到流产两个字时, 眼中掀起一抹喜色, 随后也没搭理我, 任我留院观察。 廖阿姨走后, 我将所有事情以及我的计划告诉了温玲。 温玲听完微微皱起眉, 没等她说话, 我就接到了一通电话。 一个小时后, 姨姿出现在病房里, 是我看走眼了, 姨姿握紧手机, 眼中满是愤恨。 我和她在一起七年, 七年来, 她一直在背着我和其他女孩谈婚论嫁。 她转进我卡里的钱, 全是她匡骗其他女孩得来的脏钱。 我那么信任她, 姨姿说着, 浑身就开始抖个不停, 眼泪大滴大滴地从眼角滚落。 我为她打胎五次, 这辈子都不能再怀孕了。 我以为她会长教训, 可是她竟然变本加厉, 想让你怀孕, 把你的孩子当成从福利院抱回来的弃婴, 交给我养。 她还有没有点人性? 这么做, 就不怕糟天谴吗? 难道她以为, 我会接受这种伤害其他人才能得到的回馈吗? 对比我而言, 姨姿才是那个受到最大伤害的人。 爱人七年, 终生不孕, 结果所爱之人七年来, 一直在欺骗自己。 姨姿所收到的爱, 全是廖其楚用肮脏手段换来的不义之人。 以及那个她以为我怀上的孩子。 我听姨姿说, 她陪着廖其楚在十平米的出租屋里吃泡面, 任凭这些年来, 有更加优秀的男性追求她, 她也不忘初心, 依旧陪在廖其楚的身边。 她以为廖其楚爱她, 却没想到, 廖其楚的爱根本就不该存在在这个世界上。 在我和姨姿不知道的情况下, 廖其楚还有第三部手机。 因为廖其楚过于信任姨姿, 那第三部手机被姨姿发现了。 姨姿将廖其楚诈骗女孩的证据全部拍了下来。 为了不被发现, 她又将那些照片传给了我。 而我, 看着温玲。 要不, 这些照片先存在你手机里吧。 我和姨姿都不方便存这些东西。 温玲点点头, 又温声问道, 那我还有什么可以帮到学姐的地方? 尽管开口。 我盯着她的脸, 上下打亮了几眼。 还真有, 不过我轻轻择了一声, 不过得换个打扮。 在我的计划里, 确实需要一个男性。 但温玲的形象, 与黑社会出入太大。 至于姨姿, 我从她那里打听出另一件事。 我给廖其楚买的那套房, 被低价卖出折合城现前, 存进了廖其楚自己的卡里。 但卖房的钱已经被廖其楚花了一半, 据说是为了还大学时各类滚雪球的贷款。 事已至此, 我已不在意自己的钱能不能全部拿回来。 我只想让廖其楚那个傻逼遭到报应。 姨姿要做的, 是逼迫廖其楚结婚。 既然要结婚, 就得买房买车买钻戒, 付出三斤彩礼, 但姨姿的胃口可不小。 我要做的, 是以肚子里这个根本不存在的孩子, 要挟廖其楚把存款全部转到我卡里。 而温灵, 自然是为廖其楚提供经济来源的钱袋子。 十三, 我和温灵合开了一家借贷公司, 但我是暗股。 公司成立初期, 除了出钱以外, 我将一切事宜全权交给温灵处理。 自己则躺在家里, 看着廖其楚整天抓耳挠塞。 廖其楚卡里的钱我已经拿到手了, 是我陪着他去银行, 盯着他将卡里所有的钱全部转到卡里。 起初他还不放心, 但我频频已打他要挟, 他估计也是急了, 再加上想到姨姿的卡里还剩钱, 他又产生了想要收手的急迫感。 这才咬咬牙, 把自己卡里剩下的两百多万, 转到我卡里。 不过姨姿卡里的三百多万, 还不足以在这个城市买房买车结婚。 他需要钱, 需要更多的钱。 而且姨姿已过往种种委屈逼迫他, 必须给自己一场盛大的婚礼, 还得在五星级酒店举办。 这笔钱的总数加起来可不小。 他大概真的急了, 竟然问我, 有没有什么大学同学, 在婚庆公司上班, 或者有没有认识什么五星级酒店的人。 我很想告诉他, 没有, 因为公司和酒店都归属于我爸的集团。 但我还是温严安抚他, 向他挑明种种巧合。 我有个高中同学在婚庆公司做策划, 大学同学在酒店当经理。 你要做什么? 我故意问了这么一句。 我…… 他支支吾吾了半天, 才慢吞吞挤出来。 我亲戚要结婚了, 来问问我, 没事, 你在家安心养胎就好, 把他们的联系方式直接给我。 末了, 他还补充一句, 对了, 你记得告诉你那些同学, 是你朋友要结婚? 我当然不会告诉我同学, 是我的未婚夫要结婚了。 这样一来, 廖奇楚起步就暴露了。 我知道, 打折嘛, 我挑眉, 表示理解。 可还没过两天, 廖奇楚就怒气冲冲, 跑到我面前抱怨。 你那个大学同学是什么鬼? 在五星级酒店当经理, 就把自己当成五星级了吗? 狗眼看人低。 我看他, 也是因为瞧不起你, 所以连带着你的朋友, 也瞧不起。 还有啊, 租个场地的费用, 也死贵死贵。 不是说打折吗? 为什么还是那么贵? 我不以为然耸肩。 那你可以让亲戚 去找别的酒店啊。 我可是很讲情面, 还特意给酒店经理打了通电话, 让经理活活打了酒折呢? 廖奇楚没钱。 没钱就借啊。 一字给我打电话时, 我笑了半天, 差点动了胎气。 打了个阁后, 才反应过来, 是中午吃得太撑了。 小曲, 你知道吗? 廖奇楚到现在为止, 没有花出去一分钱。 因为我帮他算了一笔账。 房子七百万, 车一百万, 财里九十九万, 钻戒十万, 三斤不计。 婚纱只买不租, 我看上了一款手工定制的婚纱, 要三十二万, 敬酒服也是手工缝制, 要五万。 哦, 你介绍的婚庆公司, 报价是六十六万, 可能是我给出的现场布置要求太高了吧。 还有酒店, 我打算办四十桌, 一桌的价格是九千九百九十九, 还要加收百分之五十的服务费。 我现在知道, 为什么廖其储一分钱, 也没有花出去了。 乱七八糟的价目表, 他压根就不知道该从哪个项目下手。 一字顿了顿, 又开口说。 不过, 我给他介绍了一家朋友开的贷款公司。 十四, 婚礼在即。 我趁着廖阿姨出门试装的功夫, 想将之前安装在他房间床头柜底下的录音笔取出来。 可我在他桌上发现了一个不一样的东西。 拿起来一看, 是个U盘。 这里头是什么? 我平时很少进了阿姨房间。 她知道我不会进来, 所以许多东西都大咧咧地摊, 在明面而上。 我把U盘插进自己的笔记本里。 一个名为婚礼照片的文件夹吸引了我的视线。 我刚一打开, 一张赤裸裸的艳照使我瞳孔猛地缩了一下。 照片中, 那个满脸潮红, 被男人抱在怀里的人。 是一姿? 不对。 如果不仔细看, 脖子上的缝和印记并不明显。 这是PS。 廖阿姨为什么要这么做? 她疯了吗? 她想要在婚礼上毁了一姿的名誉吗? 我盯着这些照片, 全部截图下来后, 保存到自己电脑里的文件夹内, 并拍照留证。 将婚礼照片的文件夹内容, 替换成了其他东西, 才把优盘放回原位。 给一姿发送了我保存的照片后, 我把文件夹直接删除。 一姿, 这什么东西? 我没有过呀。 我, 我从廖奇楚他妈妈的优盘里发现的, 他打算在你们的婚礼上放出来, 不过我替换成别的东西了。 一姿, 他有病啊。 疯女人, 幸好你发现了。 一姿, 廖奇楚他妈一直很讨厌我, 不想让我和廖奇楚结婚, 但这也太阴毒了。 我, 大概是想独占廖奇楚吧。 我, 没关系, 以其人之道, 还至其人之身。 一姿, 就冲这个东西, 我绝对不会放过他。 一姿, 我要撕了他的老脸。 十五, 婚礼前两天, 是廖奇楚借款到期时间。 一姿告诉廖奇楚, 自己筹到了钱, 把他所借的钱都还完了。 原本焦头烂额, 急得满世界借钱的廖奇楚, 终于放下心, 开始准备迎娶心爱的女孩。 我在婚礼当天特意换了升级其高调的名牌高定。 跨着几十万的包包, 在婚礼现场, 找到了没换婚纱的姨姿。 她穿了一身黑色, 盯着我。 你黑化了吗? 我盯着她。 这话应该我问你才对。 姨姿跟我说, 她往廖奇楚的休息室里装了个好东西。 我一问才知道, 是连接婚礼现场大屏的监控。 想不到这小妮子还是个黑芝麻汤圆。 我和她在工作人员的掩护下, 混进了婚礼现场。 姨姿作为客人, 出席了自己的婚礼。 我作为新郎的未婚妻, 出席了新郎与她初恋女友的婚礼。 道场的宾客有一半我都认识。 小区里的赵阿姨, 在公司里骂过我的小王, 瞧不起我出身的小李, 认为我高攀廖奇楚的小周。 太多了, 数不过来。 除了婚礼的男女主角, 以及男主角的妈妈以外, 似乎都到了。 我见热场时间差不多了, 朝最前面假装工作人员的温灵, 使了个眼色。 接着, 主持人走上台, 开始讲述新郎新娘的爱情故事。 不过说着说着, 宾客好似都意识到有些不对。 新郎十五岁时认识了三十二岁的新娘。 新郎十八岁时就和三十五岁的新娘在一起了。 主持人昂扬地讲述完故事后, 满脸兴奋笑道, 接下来, 为各位奉上这场婚礼主人公的单位。 大屏一闪, 画面被切换到了休息室。 穿着白色雪纺连衣裙的中年女人, 拥着一身白色西装的年轻男人。 其处, 我真的舍不得你娶那个女人。 我们不是亲母子, 你爸和我也没有领证, 我当初也只是家里的保姆而已, 我们根本就不算是亲人了。 既然不是亲人, 为什么不能? 你别说了, 廖其处立即打断。 这里是休息室, 外面人多眼杂。 我马上就要 取小资了。 以后不能再这样了。 廖其处说到这里, 整个宴会场瞬间沸腾起来。 坐在右桌的赵阿姨嘴巴醉碎, 已然和同桌的阿姨们聊过好几轮。 哎哟, 我的天呀, 这都什么跟什么呀? 廖姐也太不要脸了。 是又亏我们还把廖姐当成大姐看待, 什么都听她的, 现在想想真是恐怖得很。 万一她看上了我儿子怎么办? 我呸, 越老越不要脸。 坐在左桌的, 是我和廖其处同公司的同事们。 卧槽, 廖其处疯了吗? 老女人也碰。 天哪, 这也太恶心了。 怪不得当初曲荣要绿她, 这不纯属她活该吗? 我猜曲荣是知道她做了这种事后, 才想着找下家的, 如果是我, 我也接受不了, 现在想想, 能够理解曲荣的做法。 天哪, 那我当时还骂曲荣来着。 我现在觉得她绿得好, 我要给她买个奖。 廖其处还有脸回公司吗? 她就算回了, 也会被人当成变态吧。 画面中, 李仪小姐走进了休息室内, 提醒廖其处该上场了。 不远处的温灵向主持人打了个手势。 我和姨姿相视一眼。 热场结束了。 十六, 廖其处上台的刹那。 主持人迅速接上一句, 接下来, 请各位欣赏新郎多年来的种种事迹。 说完, 廖其处身后的大屏上显示出一张张聊天记录的截图。 一桩桩, 一件件, 乃至每一个字。 皆是她多年来行骗的铁证, 还有这所谓的母子二人, 实则是为了骗钱, 才伪装成母子。 那廖阿姨只是个家政保姆, 根本就不是廖其处她爸爸的老婆。 大概是箭台下唏嘘不断, 廖其处也意识到不对劲。 猛地回过头, 她大吼一声, 草, 这他妈谁干的? 赶紧给我关了。 你们这些工作人员都是死人吗? 要你们干什么吃的? 廖其处, 别装了, 你和保姆的事情我们全看见了。 想不到你还骗钱, 你知不知道这是犯法的呀? 台下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声。 廖其处瞪大了瞳孔瞪向丁客席。 廖阿姨刚进现场, 显然也没想到会发生这些事。 他正想和赵阿姨那些老姐妹解释, 可根本没人搭理他, 还有人朝他脚下吐了口口水。 我呸, 老不要脸的东西, 你和你那个假儿子都不要脸, 滚远一些。 廖其处眼珠子一转, 像是立马想起什么似的, 冲着台下怒吼。 曲荣, 是不是你这个臭婊子搞的鬼? 是不是你想破坏我和小资的婚礼? 曲荣, 赶紧给我滚出来, 我在这儿呢? 我朝台上恼羞成怒的人, 轻轻摆了摆手。 见他朝我看来, 我微微一笑。 他看见我时, 明显愣住, 但很快反应过来, 一脚踢开前方挡路的花, 朝我冲来。 下一秒, 几名黑衣保镖上前把他钳制住。 我站起身, 轻飘飘来了锯, 给我摁住他。 保镖听完, 粗暴地将廖奇楚往地上摁。 廖奇楚昂起爆红的脸, 不甘地嘶吼, 这他妈是老子的地盘, 我请你们来是干什么吃的。 你们现在应该去把那个臭婊子给我打死啊。 你的地盘。 酒店经理不知道从哪里冒了出来, 居高临下, 站在趴在地上的廖奇楚面前。 看着之前瞧不起自己的人, 廖奇楚大概快要把牙嚼碎了。 酒店经理冷哼一声, 这整个酒店都兴趣。 别说酒店, 全国大部分地产项目都兴趣。 你是什么东西, 在曲家的酒店里, 对曲家的千金小姐大吼大叫。 廖奇楚没反应过来, 这臭婊子就是个孤儿, 什么曲? 他脑子似乎转过来了, 他是趋势的千金。 你骗我? 你骗我你是孤儿? 他掉转矛头, 再次冲我吼了起来, 满脸满眼充斥着, 不敢相信。 我挑眉, 是啊, 但现在都和你没关系了。 一直没说话的姨姿 突然站在了我的身边。 看吧, 本来有机会做金龟婿, 现在好了,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廖奇楚的眼神陡然一阵, 那不敢相信的目光 落在了姨姿身上。 小子, 你怎么? 我怎么? 我怎么关你什么事? 老娘为你付出那么多, 你这个傻逼他妈的 绿了老娘七年, 还骗其他姑娘钱。 你有点良心和道德底线吗? 我都是为了你, 被摁住的廖奇楚 在地上不甘地奋力挣扎, 恨不得生扑倒姨姿。 我不需要, 姨姿气呼呼地坐回了位子上, 一脸晦气的表情。 廖奇楚不肯死心, 像一只躯似的在地上挣扎着蠕动。 我爱你, 所以才做了这些事。 你怎么能帮着外人来害我? 就算我骗那些女人钱, 又怎样? 那是他们蠢。 他冷冷笑了起来, 望向我。 曲荣, 你以为你赢了吗? 想要回房子、车子, 还有你的钱? 你做梦吧。 我打了个哈欠, 皱着没看他。 我没要回来吗? 酒店, 婚庆公司, 你买婚杀买钻戒的店, 还有公司, 全都兴趣。 你花出去的钱, 都进了趋势的口袋。 哦, 还有件事儿, 我没告诉你。 你借贷的公司, 也是我开的。 要给你算笔账吗? 你现在欠了我好多好多钱, 白纸黑字, 我有合同在手上哦, 即便你从盘古开天地时开始打工, 也还不起。 你说我们蠢, 因为我们信任你, 所以才骗我们。 你只不过是仗着我们信任, 专做一些违背道德底线的事情罢了。 况且我们的信任, 不能作为受骗的理由。 女性, 也不是你的玩物。 她刚想张嘴说什么, 我立马打断她, 好了住嘴巴。 你还有什么话, 留给法院和警察听吧。 我转过身, 给她指了条明路, 是婚礼宴会厅大门口的方向。 她看向那个方向的刹那, 宴会厅的大门煞时被推开, 外头的光亮瞬间淹入宴会厅。 我想, 这大概是廖奇楚一生中, 最无法正视的那道光。 生活在阴沟中的区, 穷尽一生, 也不能暴露在阳光下。